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亲朋好友的见证和祝福下 婚礼仪式圆满里长 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这场欢乐的婚礼仅仅过去半年 这对幸福的小两口却突然从这栋新房中失踪了 虽然新婚不久 但是小两口一向孝顺懂事 怎么会连个招呼都不答就不来了呢 刘大娘发现 院外的大门虚掩着 院里的房门也没有上锁 刘大娘越寻思越不对劲 她赶忙从客厅向卧室走去 小两口并不在家 除此之外 刘大娘并没有在房间中发现什么异常 可是当她转世出来时 院子中的一幕却让她大惊失色 我到家我才没看小狗就是咋死了 我一看小狗死了 一看都是鞋 我一下子下的婚姓都叹了 就觉得 一下子下的婚姓留别了 叹了我就 打个人不进 11级分钟后 飞线公安局的行政技术人员赶到现场 在初步的巡视中 首先引起侦察员注意的是院子东西两侧的监控探头 这两个探头的视角可以覆盖整个院子 不过两个探头的电缆线全被剪断了 侦察员下意识地去寻找连接探头的电脑 在南侧的卧室 侦察员发现了房子中唯一用电脑桌 桌上的显示器完好无损 但是电源线已经被剪断 电脑的主机也不见了 从现场第一影响 把监控探头盖断电脑主机 如果是剪断毛的的话 它不至于把骨子打死 小两口袋突然失踪 让家人茫然失措 这对新婚夫妻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 一早就没有发现这夫妇俩还外出 或者有其他情况 这么长时间呢 如果说是建设认识 或者搬家认识的话 那这一早电话 正在刚刚那里 应该被受世宗人的情绪 它得有点心 但是不然呢 失踪越发现了异常 侦察员的巡视工作不得不更进一步 院子的围墙只有一人来到 侦察员在外墙和墙头 发现了攀爬和灯汉痕迹 在院子中 侦察员又在窗户的不锈钢护栏上 发现了撬压的痕迹 被撬护栏的右下方 出现了一个方形的缺障 高年一上去以后 认识可以转进去 一个成年人往上可以转进去 侦察员马上意识到 他们有必要对整个房子 进行一次细致的勘查 这对新婚夫妇的房子 将近120平米 共有五个房间 房间内陈设众多 十分凌乱 这是一次需要耐心和智慧的勘查 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 都可能与小两口的失踪有所关联 在勘查现场的同时 其他侦察工作也随即展开 小两口平时在县城的夜市 做餐饮生意 由于吴兆经营 被城管取缔 最近几天一直复闲在家 他们的家 位于县城和村镇的交界处 位置十分偏僻 虽然他的北面也建起了房子 但是目前还没人居住 而他的南面是树林和菜地 西面是水量充沛的温凉河 这些野外环境 会不会有小两口的活动轨迹呢 侦察员将周边的所有地方 全部纳入侦察视线 扩大搜查的范围 扩大搜查范围呢 就出了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 就是将插着到 日中复复的下落 第二个呢 为我们的事业 查清这个事 通过扩大范围 可能发现一些更多的 有价值的一些线索了 或者武证了 这对小夫妻结婚不到半年 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失踪 这座新房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今他们又在哪里 在侦察员进入到勘察状态后 异常迹象不断出现 房间中的衣柜 壁橱 抽屉 有明显的翻动痕迹 客厅 卧室 都有被打扫和整理过的痕迹 在探查灯下 一些肉眼无法看到的东西 逐渐显现出来 从我专业的一起啊 就能发现 有部分微量的血迹 这种血迹呢 它是被这种脱罢的 这种小的脱罢的 这个血迹就是这个 被打扫 被打扫干净的 血迹的出现 马上让侦察员 隐约感到一丝不祥 房间的其他地方 是否还会有血迹 一个明显的反常状况 出现在南侧的卧室 这张双人床的铺设 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 极为不符 那我们这种生活习惯 应该是不一分小肉的 然后上边是一种创造 创造上边 还是创造 然后上边 他也背着指 指令这些东西 但是恰恰呢 创造 创造 还比较柱子 不见了 床垫上除了两个枕头以外 只剩下一床被子 显然这样的铺设 不应该出现在 新婚夫妇的卧室 很快 一个触目惊心的发现 就出现在这张床上 两个镜头 把那套的镜头 一翻出来 就会发现 在镜头上边 又一个像巴掌 都不大一样 这个雪景 这个雪景也比较新鲜 上面被子呢 从标面上看 所以说 把被子的描迹 显起来 回去看一点 里面有雪景 与这间卧室相对的 是一个同样凌乱的房间 不过 吸引侦察员 目光带 是地上散落的 几件衣服 其中一件 应该是新娘的内衣 内衣上 又比较明显的 撕扯痕迹 现在就是一次 现场那么多遗产情况 比情侶 大高 和温暖现场的情况 小夫妻俩不见了 我感觉的 可能是一句戏外 恶心外界 勘察 必须细致入微的进行 然而 这又是一个 极其缓慢的过程 就在这个时候 现场西侧的温凉壳中 侦察员 有了意外发泄 在子无群的过程中 发现了 这个水里 有几个水里 已经沉到水底了 因为当时水分请 那发现了 这些下边 这个有东西 在满是淤泥的河底 几个颜色鲜艳的袋子 十分显眼 这或许是一个 令人兴奋的发现 侦察员马上 对这些袋子进行打捞 十几分钟后 侦察员在温凉壳中 打捞上来三个塑料袋 由于袋口系得很紧 袋子中的东西 还没有被流动的河水 冲散 侦察员把这些袋子 在岸边依次排开 细致地清理袋子中的物品 袋子中的物品 零零散散 基本都是生活垃圾 不过在这些杂物的下面 侦察员发现了一张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卡 最后一个袋子中装着衣服 有女装 也有男装 在这条男式的牛仔裤中 侦察员又找到一张农业银行的汇笼卡 卡的背面有一个父母的签名 令侦察员感到奇怪的是 衣服和银行卡 为什么也和生活垃圾混合在一起呢 在清理的过程中 侦察员发现 袋子中的东西与第一现场 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 这些物品应该来自于小两口的家 经过辨认 袋子中的衣服 正是小两口最近几天穿着的衣服 让侦察员更为震惊的是 袋子中还有夫妻两人的结婚证书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侦察员不详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这是危险以后 我感到非常紧 当我自己 能以为要插枪 插面 这个时空夫妇 小夫妇 它到底前在哪里 5月15号上午11点多 室内的勘察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 结合室外搜索的发现 侦察员分析 案发前一天 除了夫妻二人以外 房间里一定有其他人来过 但是究竟是什么人来过 又有几个人 现场的疑问 马上集中在客厅里的一桌剩菜上面 除了生菜以外 茶区上杂乱不开 但是侦察员只发现了两双筷子 这是一顿看似平常的晚餐 不过炒烧里剩下的半锅红烧肉 却让侦察员觉察到一丝异样 这个明显违反常规的状态 引发了侦察员的讨论 当他们了解到小两口的饮食习惯后 一个更大的疑惑出现了 那时候不吃肉 公司从来呢 只吃一点收入 不吃肥肉 整个护烧肉是费得多 收一收 再配护护烧肉 那就明天 是为外人决定 一般又说的来了 他会找的客人 他用酒油菜 那他来的那会是谁 很有可能就是最后 他的牙齿饭的 有可能就是侦察员 现任 或者说是 他一个重要的知情人 人同时失踪 跟这顿晚餐究竟有什么关联 一时间 侦察员无法达成共识 争论一直持续 直到另一组侦察员 在距离心房南侧三百米左右的位置 发现了山洞 这个山洞 其实比较偏僻 相对于是比较阴壁 一般人看不到 我说你一向我们的主义呢 就在这个洞窟 把难擦 大约有个儿子 是红粉这么一个小平汤 上面有几颗 三落的这个 雨米结干 这雨米结干呢 他看着比较新鲜 侦察员将目光转移到洞口上 在山洞的深处 隐隐约约 可以看到堆积杂乱的 玉米结干 把玉米结干放到那边去 它被它显摆的时候 它有什么样数 这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岩洞 洞口的直径 大约一米半 距离地面大约三米 当侦察员靠近山洞的时候 低落状的血迹在洞口下方的石壁上再次出现 职业的敏感告诉侦察员 这个山洞将要揭开夫妻失踪的迷船 侦察员小心翼翼地进入山洞展开勘察 由外向里 洞内的空间逐渐开阔 山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除了地面上大量的玉米结干 西北专为这 那种对的最后 他们就把这个结干 我常常拨了一拨 发现了一只卷 这只只卷的比较小 再一拨一拨 就发现了另外 两个卷的比较大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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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辨认 山洞内的两具尸体 正是失踪的新婚夫妇 这个悲惨的现场 立刻就震惊了所有侦察员 希望在这儿的熊谈的感觉 恶心感觉 得费钱很少 很少用 在我记忆中 这四年以来 这是第一期 也有说是轻杀的 也有说呢 是财杀的 各种移民都 也有说不复杀的 不复杀的 所以我们当时感到压力很大 如果不及时 破烂了 一个 是给你们 十块钱的家书 没法交代 你也给 劳贝西 也没法交代 至此 侦察员彻底将思路 转移到案件 侦破的轨道上来 中心现场的状态 为侦察员还原真相 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 但是有些疑问 并不明确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夫妻二人 双双遇害呢 在日子线 也没发生什么异常 那就是我 要切除 一切都会有 所以不服 脾气比较和善 也没发生了矛盾 救费 也没有什么债务救费 没有弟弟为什么出的 同而派出了出啥 另一方面呢 对着夫妻二人的 连爱事 和其他 以疑性 交往的情况 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依然没有发现 有可疑的地方 同而也派出了 清散的他们 案发前一天 这座新房的闯入者 究竟是什么人 走访调查的信息 迅速汇集到庄案组 死灵在前面 从四四的小屋 刹事件 在一个 四泽家 鞋带房间 这个要求人 刹事件的走路 在几个现场中 除了灵性的 痕迹物证以外 侦察员 没能发现 直接指向 嫌疑人的线索 究竟如何找到 这四名可疑的年轻人 当前 可以利用的 有效条件 只剩下在 河里打捞上来的 那两张银行卡 确认了 这张低保卡的 开户银行后 侦察员随即锁定了 卡的主人 父母 但是 父母年纪六熊 体弱多病 他的作案嫌疑 几乎为零 不过 侦察员很快发现 这张卡的实际使用者 是父母 26岁的儿子 傅刚 这个父母呢 创期 流浪在外 失望的 家族人员呢 都是一些不堪不尽力 也没有什么 证查的人 除了人 没有证查的自己 傅刚的出现 成为案件侦察的 转折点 侦察员顺头摸瓜 陆续发现了 张雪君 王岐盈 赵峰 三名可疑人员 三任之中 17岁的赵峰 正是身穿女 受害者衣服 在区块机 提现的嫌疑人 这四个年轻人的 体貌特征 与目击者的描述 极其吻合 我们以后 这四个人 都想到我们 我们没有得到 我们以为 这四个人 既有可能 就是 在这边 侦察员 在各个交通枢纽 进行布控 搜索嫌疑人的 蛛丝蚂记 功夫不负有心人 通过视频监控 侦察员发现 四名嫌疑人 乘坐长途客车 有几名 向心态方向 逃窜 5月17号下午 侦察员 对着四名年轻人 实时抓捕 下午六点多 四名犯罪嫌疑人 被押击回费 此时 侦察员的所有疑问 终于有答案 2013年5月14号 张雪军 王继莹 傅刚 赵峰 四个年轻人 从新态室 来到费县 他们在县城边上 发现了这处 位置偏僻的新房 在客厅里 新婚夫妇的婚纱罩 随处可见 而身材高挑 面容靓丽的新娘 马上就引起了 四个年轻人的注意 就是我们一直觉得 四个人有点漂亮 然后就是觉得 他们家装饰挺好的 就觉得挺有钱 晚上七点左右 小两口回到家中 他们无论如何 也不会想到 厄运就此降临 当时是那女的 先进了屋 我们就直接 把她给 安倒了 安了之后 那女的就直接 就下瘫痪了 然后他们三个 又冲出来 又把男的给 制服住了 问了一号卡密码之后 我今天跟小文峰 就去了 去了 东西一万一千块钱 劫财劫色 并没有让四个年轻人 就此怕手 他们反客为主 炒了一锅红烧肉 在新房的客厅中 大喝一顿 在对小两口 长达八个小时的 折磨和侮辱过后 这四个平均年龄 不到二十三周岁的 年轻人 痛下杀杀 把人给杀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把 尸体给抬走了 如果我给人 装成人 就是拿东西 就是 两个人的尸体 然后就 然后回去 打兜 做完后 傅刚换上了 男受害人的裤子 将父亲的 低保卡 装在兜里 然而 在经历现场的过程中 他发现 受害人的裤子 又血迹 又换回自己的裤子 慌乱中 忘了取回那张低保卡 连同受害人的裤子一起 抛入了温凉河中 让我好好 基本上 我都没了两个尸子 就母眼疼了 然后尸体要给我绣 做完之后 然后就是 拿上那些钱 然后就是 买了衣服 然后穿在身上 也就是 觉得有 有多么的高兴 其实我相信 次到也会 有这么一天 天里照照 天网恢恢 他们没有想到 仅仅五十个小时过后 他们便再一次 回到现场 不过这一次 他们要对 自己的犯罪事实 进行指认 罗贝兴是 群青几分 对这个反对签认 是黑之入骨 应该说 这似乎是密费极大 头肉干的泡烂 这些光影不行 可以这个 随时我人家庭 到城市中 这个随害 也太大了 在这座新坊中